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築面積是51.5平方 加上樓上就有六十七十平方 這個織近來我看到 Loft的兩房開得算漂亮 因為首先一進來 因為它不是把樓梯立即設置在門口 所以整個感覺是很寬敞的 飯廳和客廳分得很寬敞 整個感覺很歸一 有一個小露台 然後才是樓梯上的其中一間房 由於它再用一個半開放式的廚房 它可以成為開放式又可以打開門 所以本身就令到空間感很寬敞 和很practical 看看樓下那間主人房吧 就是一個很大的雙人床 很高的樓底 就有自己的主人洗手間 shower room和洗手間 就是不用增加使用量 亦是容易清潔的 真的挺喜歡去飯廳和客廳分開間隔的樓梯 上樓上看看 樓上的樓梯設計得不太大 但也足夠是一個雙人床 好嗎